各位小七车观点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七 又到了每个月一次销售数字分析的时间了 那在2022年2月份呢 台湾汽车市场总共售出了24278台新车 那相较于2021年2月份来说的话呢 是衰退了的现象 那只做到了去年2月份的89.3% 也就是说呢大概有10%左右的衰退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2021年的2月份和2022年的2月份呢 都是农历的新年 所以两个呢是有可比较性的 所以如果说整个市场衰退超过10%的话 那今年的2月份的市场确实是衰退比较严重 那当然呢有几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2月份其实本来就是传统的淡季 特别是呢在今年的2月份只有15个工作天 所以只有半个月左右的销售的周期 当然量比较少是可以预见的 尤其跟1月份这传统上的销售旺季相较的话 以今年来看的话衰退大概4成左右 但是整体而言 今年的2月份和去年的2月份 整个农历的新年都完整落在2月份 所以以两个淡季来相看的话 今年比去年还衰退超过一成 所以这个今年的市场确实是很诡谀多变 那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跟上个月一样 还是很多的车处于欠车 我们等一下会为各位一意说明 除了说进口车有很多车没有预期到港之外 另外国产的新车也有很多有缺车的现象 在2月下旬的时候 在前几天其实乌克兰战争开打了 所以在战争的因素之下 当然跟台湾没有太多直接相关的关系 但是因为比如说油价的波动啊 或者是一个人心的浮动 所以对于后面买车 当然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也意味着在这个2022年 诡谀多变的一年 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那再来值得看到一个品牌就是Lazos 它因为NX上市之后 记得吗 上个月跟大家报告说 虽然上市了 但是是缺车的状态 但是这个月呢 随着NX200当道港 所以有大量交车 那也让Lazos这个品牌呢 在这个月顺利又回到了前10名的榜单 而且成绩算是相当的不错 接着我们来看 2022年2月份 前10大品牌为大家分析 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任何一个厂牌 任何一个车型 详细的销售数字 欢迎点阅说明栏的资讯卡 还有连结 看一下我们小汽车观点的本站 那里有全业界最详尽的销售的数字 可以提供给您参考 那我们现在这影片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随意紧就前10名的品牌 为各位作一个市场上的报告 以我们这个月来看到 2022年2月份 前10名的品牌 当然第一名还是Toto 第二名呢 还是Mitsubichi 和中华 那第三名的话呢 就有很大改变了 是我们刚刚提到的LASUS LASUS是因为NS的大量交车 所以以1813台市占率7.5%的成绩 夺下了2月份 台湾汽车市场所品牌的第三名的成绩 第四名是HONDA HONDA是1688台市占率已经来到了7% 第五名的话是Mercedes-Benz 1341台市占率达到了5.5% 第六名的话是Nissan 第七名的话是Ford 第八名是Mazda 第九名的话和上个月一样 HONDA又回来了 同样的这个月也是进榜的 第十名是Tesla 因为在2月份的时候 有1B Model 3已经正式的到岗了 接下来为各位一一来做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冠军Toyota的部分 Toyota和去年同期相较的话 它是成长了23.5% Toyota在2月份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好 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在销售战力方面 因为销售的前线 他们其实竞赛是延续到2月底的 所以2月份其实算是冲的还不错 那以几个主要的车种来看 当然最多的还是Color Cross 这和去年2月相比的话 小幅成长0.2% 那数量的话是2,210台 当然比1月份少了很多啦 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做到平盘的 那当然整个Toyota的平盘呢 它有23.5%的成长跟去年同期相较 主要来自于哪里呢 主要来自于Raffle Raffle这台车的话呢 在2月份售出了1873台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成长了54.3% 真的非常的多 但是这里呢 也要跟各位报告了 就是Raffle在上个月 整个竞赛季 让它成绩表现非常好 之后呢 随着日本原厂 产能现在开始受限 所以Raffle现在开始在欠车了 所以Raffle现在 在3月份会进入一个后车期的状况 这个 如果您这个月要买Raffle的话 大概可以 详询一下 到底有没有限车 或许有少量的车型 少量的颜色 还是有限车的 但是大部分补销的车型 或热销的车型呢 就要开始等车了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Otis Otis这台车呢 它跟去年同期相比 成长了7.4% 也卖出了1062台 表现也算是相当的不错 特别相较于 同级的竞赛对手来说的话 Otis在2月份的表现是相当好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Yaris Yaris的表现也非常的不错哦 它虽然只有卖出了763台 不像1月份卖出这么多 但是和2021年的2月份 比较起来的话呢 成长了58个% 可以说是Toyota品牌里面 所有车重里面 成长最多的一个车重 那它的兄弟车Vios 也成长了71.1啊 所以这两个成长最大的车重呢 其实对Toyota整个品牌 这个月的成长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Sienta Sienta表现也不错 那我们454台呢 和去年同级相比 也做到了几乎9成5的成绩了 那Camry的话 虽然只有交了103台 但是和去年同级相比 也有5.1%的成长 那不过Colarsport 就是原来的Otis呢 和去年同级相比的话 是只做到大概5成3左右的销量 这台车是比较惨一点的 那Alpha的话没有车 Alpha因为产能的受限 所以现在订车要等的时间还蛮长的 而且业务的奖金非常非常少 几乎是不折价销售的 那当然在Toyota 品牌成长跟去年同级相比 有一个竞争家的车就是它的商车 Town S这台小车呢 Town S这台小车呢 开始交车了 虽然600多台的销售量呢 没有一举拿下销售冠军 但是和同级的 林立相比的话 其实这个数字已经威胁性非常大了 中华加明自比许 虽然还是第二名 但是跟去年同级相比呢 它只做到了8成5多一点点 85.2% 那当然还是高于市场平均值的 因为其实虽然说它二月份 受到了Toyota Town S这一部重量级车款的上市 但是它的基底 也就是商用车的部分 守得还算不错 首先我们来看 它当家台柱Varica就是林立 二月份呢 它还是售出了将近1000台 992台 跟去年同级相比的话 几乎做到平盘 只有小小衰退1.6%而已 所以并没有因为强敌的上市 对它带来太大的一个销量的下跌 虽然这一局守得还算不错 那当然林立呢 它跟Town S相比 还是有几个比较突出的商品特色 比如说它的车系比较齐全 除了有小货车之外呢 它也有箱形车 它同时也有四轮传动的选项 所以在短时间之内 看来它还是有一定的商品优势 但是随着今年Town S也要出箱车 那我想两者之间 商品之间差距就会越来越近了 那至于大家一直在喊的四轮传动 其实四轮传动占整个销售的比例 真的不高 这个也是可以提供给各位一个资讯来参考 再来我们来讲到中华的第二个台柱就是 Delica Delica在二月份的时候售出了556台 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呢 是小衰退1.9% 基本上也是平盘 Velica跟Delica都平盘之后 其实整个中华的成绩就稳下来了 再加上Zinger这一台车 它卖出了406台 和去年同期相比 有成长哦 还成长了4.9% 所以这三个主要的商用车 其实让整个中华加密斯汀的销售的气势 可以获得确保 和市场的平均值比较起来的话 其实虽然还是衰退 但是呢它衰退幅度不大 那衰退主要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乘用车 那其中以Copras受创追身 Copras二月份只卖出了196台 只有去年同期的56.8% 所以算是量失去蛮多的 那Outlander更是只卖出了75台 和去年同期相比 更是只有37.9%的销售量 那更不要说Lancer也是一半不到 而且这些车子呢 销售的时机数字都算不多 那还好商用车还算有手助 那至于大家最关注的 Varica跟Ponus之战 到底录时谁手呢 这个呢就要看三月份来分解了 这一次Ponus呢 它只挂了600多台 为什么呢 因为这十几年来再度重返商用车市场 除了销售之外 因为它也强调一条龙的服务 所以有核态车体 在帮忙打造一些改装的东西 那加上国锐 这台车是全新的投产 所以初期的产量 当然会比较受限 但是后续的一些学习曲线 如果学习到修正了之后 我想它的交车速度就会比较快了 那下个月能不能交破千台 Tonus这台车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三月份Varica会卖多少台 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那我还是强调一句话 市场的竞争对于消费者是好的 那业者才会端出更多的牛肉 更多的优惠 以及更好的产品 好 再来我们来看到第三名 第三名是Lasers Lasers跟去年二月相比的话 成长了50.5% 哇 相当惊人 那其中最主要的工程 大家从图表里面就可以看到 当然是NX NX在二月份的时候 售出了1116台 其实这个战力是相当惊人 那当然其中大部分呢 绝大多数是NX200 那这个算是 因为目前只有台湾有卖 所以呢 在原厂的生产规划里面 当然是一定会做出来的 所以这台车的供应 现在目前看起来 大量到岗之后呢 撑起了整个Lasers的品牌 但是其他的NX也很热卖啊 像是这个2.4 渦轮的NX350 像是NX350H油电的 像是NX450H Plus 据说都非常牵车 特别是最顶规的NX450H Plus 这个车据说要等非常非常久 因为今年呢 它的量是很有限的 据说只有一两百台 这样的量而已 但是订单多 非常的多啊 所以如果要买这款车的话 确实要有一点耐心来等待 那当然这个占力非常的强啊 全新改款之后 单接的非常多啊 你看荷泰光 Town S跟Lasers的NX 单就接多少了 所以说这个第一名 还是相当厉害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 ES240 Town去年同龄相比 也有接近16%的成长 虽然绝对数量不多 但是呢 这个车应该是有一批道港 就顺势交车了 那RS1月份冲得非常好 各位记不记得 卖了600多台 2月份延续这样的气势 227台来说的话 虽然看起来绝对数量不多 但是跟去年同龄相比的话 也做到了97.8% 所以几乎也是平盘 那Lasers呢 唯一表现不是很亮眼的 就是UX 只做到了去年同期的54.9% 算是衰退比较严重的车重 那当然有一部分的光彩 被NX抢走了是一部分 那当然这个车有没有欠车 我是不知道啦 那欢迎镜头前 你有订车的车主 跟我们分享 UX到底有没有欠车 那LM我知道啦 车非常的欠 因为前几天我才问过而已 这个车要等非常非常久 那这个是Lasers的整个状况 那因为NX大量交车 所以让它的排名也挺进到了第三名 所以算是非常好的成绩 再来第四名我们看到的是HONDA HONDA呢 那当然当红榨纸机就是FIT 那FIT在2月份一样挂牌了612台 跟去年同期相比 做到去年同期的467.2% 我特别看清楚一点 不要报错了 真的成长非常的惊人 那其中呢 油店的部分是卖了400多台 汽油的部分是卖了100多台 所以比例是相当悬殊的 但是呢汽油的部分呢 还是有一定的成绩 这1月份的时候 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 在油店卖起来的时候 其实汽油跟着也卖起来 所以油店算是净增加的量 也为HONDA这个品牌的市占率 溢住了不少 但是各位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没有先讲CRV呢 因为CRV这个月衰退很严重 只做到2021年2月的55.9% 卖出了7804台 这个不是销售的实力出了问题 这要跟各位说明的是 根据我向前线实际查询 还有订车的车主询问的结果呢 这一台车2月份是欠车的 目前后车期大概三周左右 三周到一个月 当然如果你能顺利很快交车 这个可能是你的业务特别够力 或者是你那个颜色 特别的非常特别 所以刚好有限车 但是在2月份开始CRV是欠车的 所以影响到它的销售成绩 这部分跟各位说明 那在HRV 261台 跟去年同期相比有16%的成长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欠车欠一阵子 因为廖美来做不出来 虽然是末代车 但是呢 它也有一定的销量 那这个月呢 主要是车子做出来之后 消化一些过去的订单 所以看起来是跟去年同期有显著成长的 那HRV 261的话 看起来只有29台已经进入尾声了 那这个车子预计了 原厂应该已经快要停产了 或者是已经停产了 那台湾据说会卖到3月 那下个月数字出来就知道 还有没有车了 好 再来我们来看第五名 是Mercy Spence 我们来看一下 它只做到去年同期的57.7% 为什么 因为该来的车没来 所以欠车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 你看然后GLA上个月不错 对不对 这个月只有177台 跟去年同期相比 只有41.1%的量 GLC也是只有41.8%的量 这个是说好的是不是 都卖了177台而已 那E-Class呢 卖了162台 也是只有去年55.1%的量 那A-Class的话 看起来量还比较正常 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也是衰退的 那唯一成长的是S-Class 可能刚好有车来了吧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Mercy Spence的这个月的销售 是衰退非常多的 所以 传奇没来 真的对进口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当然不是传奇没来而已 搞不好工厂也根本没做出来 所以 也不会上传 所以当然 这个车就没有到了 镜头前面呢 如果你也是以订车的 宾室的车主的话 也欢迎利用底下留言 跟我们分享 订什么车 要等多久 好 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Nissan Nissan是第六名 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是表现算是不好 那上个月其实表现算不错 一月份的时候 但这个月表现真不好 我想可能因为是TOKOTA比较强势的关系 所以两个同质性还蛮高的 那KISS的话 658台 只有去年同期大概7成2左右的销售量 那Sentra的话呢 也只做到去年同期的6成6左右 是334台 那TIDA的话更惨 TIDA只有 去年同期大概三成左右的销售量 125台而已 相较于一月份表现不错 那这个月TIDA的表现算是不太好 所以整个 Nissan的表现只能说 三月份 继续加油咯 再来我们来看Ford Ford一向表现都不错 但是这个月被Nissan超车 和去年二月份相比的话 全品牌只做到77.2% 那其中呢 Focus的话和去年二月份相比 还成长了5.2% 总共售出是643台 那其中Active是307台 已经占了几乎一半的量了 那Focus的话 现在目前部分车型是 欠车的 但是在三月份之后 已经比较正常供应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订车的话 应该是在正常的时间内 能够拿到车子 KUGA的话 在二月份开始欠车 遇到的状况跟CRV是一样的 所以只做到去年同期 大概七成左右的销售量 那它的数量呢 是561台 和CRV的距离呢 也是这个等比的距离 但是两台车都欠车 那KUGA欠的严重 比较严重的车型呢 是在1.5也就是180的部分热销的车型 几乎都非常的少 为什么呢 因为车也都没来 那车没来的状况之下 当然就交不出来 那福特的进口车呢 因为都是从欧洲来的比较多 所以最近的交期也非常的不稳定 但是据说 后续三月份以后呢 还会有一批Mondeo的邮电来 这是最后一批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车很超值的话 要赶快 因为现在剩的车应该不多 因为有很多单也都已经订了 那旅玩家的话 也是最后一批了 这最后一批呢 大部分都已经被订走了 因为之前累积的单非常的多 但车一直没有来 那还剩一些的单可以接 那这也是最后一批了 如果你觉得这一台车 真的很合你意的话 要趁现在下手 好像过年的时候开了十天 我就觉得这一代的旅玩家 在空间的设计上真的相当不错 好 再来我们来看Mazda Mazda其实一月跟二月的表现 都还算不错啦 虽然和去年同期相比 只做到去年同期的66.3% 但是其实进口车遇到的问题都一样 其实车员真的不太确定 那你看销售数字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了 这个月来的车是什么 是CX30 432台的挂牌量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成长28.2% 但是上个月表现不错的CX-5 因为也刚好是年式切换已经小改了嘛 那旧车也出庆的差不多了 加上新车还没来的关系 所以只卖了90台 跟去年相比的话 只有不到15%的销售量 所以你看这个缺车 它年式切换对于进口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至于马三的话 4D的销量很稳定 看去年东西相比是平盘的 145台 5D的话 230台就有比较显著的衰退了 那这一次呢 CX-9有来 所以52台算起来 表现是不错的 不过量不是那么样的大 整个Mazda的品牌呢 在缺乏主力CX-5的挹注之下呢 其实和去年东西相比是衰退的状况 比较严重的 但是还好呢 它还是进入了前10名的榜单 再来我们来看HON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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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品牌 和去年东西相比成长了35.8% 那其实主要的工程 上个月也说明过了 就是土上 土上 虽然只有220台的挂牌量 但是和去年东西相比呢 做到去年同期的276.1% 赞不赞 赞啊 在车其实销售的实力 我想大家都蛮肯定的 那再来其他的部分 像Venum的部分呢 也做到去年的品牌 还小幅成长2.2% 数量是331台 这个车目前算市场真空代 其实现在小车可以选择的不多啦 它又是SUV 所以市场状况一直很稳定 那再来就是Porter 其实一月份的时候也说明过了 在二月份呢 它和去年的二月份相较 也成长了21.1% 那数量有264台 也算表现相当不错 那现代在Venum 还有Porter 还有土上 这三代车自身之下 其实这品牌呢 算是越做越好 也稳定的在10米内了 那进口车的部分呢 其实它也 上个月也有一些车来 所以还做得不错 像Starrix 虽然是已经末代车了 但是呢 这个交车的状况算不错 那Kona跟Santa Fe 交车的状况也都不错 但绝对的数量不多啦 Elan Tra的话 已经要出清了 预计三月份就可以全部完售 所以Elan Tra就占别台湾市场了 那我们当然也很期待 那南洋实业 再能益 进口车的身份 引进这一台车子 好最后我们来看Tesla Tesla只有单一的车种来 现在Model X 跟Model S的话 台湾规的车都没有来 什么时候会上市 谁也不知道 虽然媒体的预赏会已经办了 但是什么时候车来 没人知道 现在来的呢 还是Model 3 那大家 引颈期盼的Model Y 什么时候会上呢 我想 等Model X跟Model S来的时候 才比较有机会吧 所以 虽然 这一台车到港 但是也挺近实名了 所以你说Tesla厉不厉害 它现在其实已经算主流品牌了 虽然它是纯电车 其实现在这个市场非常的有趣 有一部分的消费的课程 其实它都是尝试新鲜的事物 像这种纯电车 Tesla可以卖起来 其实证明台湾有一部分的课程 它的实力 和它尝鲜的这个态度 是相当明确的 以上就是针对 2022年2月份 前十大平台为大家分析 你的车 上个月卖了多少台 欢迎利用底下的说明栏 进入连结 大家自己来看 看你的车表现到底好不好 当然 也都很欢迎大家利用底下留言 来跟我们大家做双向的讨论 你觉得这个月市场怎么样呢 欢迎底下留言 发表你的看法 我是小琪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